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下午在北京 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了 好 习近平的说法是 中国不会去挑战 还有取代美国 美国也不要损害 中国正当的权益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是机遇 而并不是威胁 至于布林肯方面的说法是 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 期待跟中国大陆 开展高层交往 但是他在会后 记者会当中直言 如果台海爆发危机 恐怕会产生影响到 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好 这两个人终于是见到面了 但大国际事务 还有战略研究所的 副教授李大中就说 习近平愿意跟布林肯见面 象征布林肯此行的成绩 已经及格了 但是不用期待 美中关系会春暖花开 只是稍微缓解之前的 紧张氛围 避免关系再度下探 这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在北京 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了 习近平强调的是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宽广的地球 完全融得下中美 各自发展共同繁荣 根据陆方的发布指出 布林肯向习近平 重新提出了四不一无意的承诺 包含不会寻求新的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 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 来反对中国 另外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还有无意跟中国发生冲突等等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19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与国交往 总要相互尊重 一诚相待 我也希望 国务卿现在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 中美关系 都发挥积极作用 习近平肯定美中双方 在部分具体问题上 取得进展达成共识 不只见到了习近平 布林肯也在稍早 先号与大陆外长秦刚 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会晤 而布林肯与秦刚的会谈 一谈就是七个多小时 不只聚焦美中关系 跟直言台湾问题是关键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 也是最突出的风险 承认华游的专业记者罗金也表示 大陆派出低阶官员接机 似乎就是想羞辱美方 对此中国科技政策专家 Paul Triolo倒是不这么认为 Paul Triolo指出 他到目前为止 没看出任何羞辱迹象 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 总编辑胡锡进甚至认为 美中外长本次会谈 似乎谈得还不错 而有新华社背景的知名微信公众号 牛潭勤则分析 本次美国国务卿来访有许多第一次 包含这是布林肯初次访华 也是拜登上任之后 内阁官员第一次访问北京 而秦刚亲自迎接布林肯 就是以礼相待 秦刚表示 当前中美关系 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 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而大陆官媒怀恩池在社评当中 以布林肯访华成功与否 有个黄金标准为题 借此对美国强调 希望美中之间能够做到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呼吁华府深思 借林韩作报道 好 这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到了大陆去访问 终于是跟习近平见到面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新闻观察就特别有分析 双方座位的安排 还有包含19号这一天 习近平的发言等等 在在都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正在用具体的行动 要让美国本来不愿意接受的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现实 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 而这也正是习近平面资在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涵了 好 当然两个人会面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谈论问题 就是台湾的部分 好 布林肯提到了台湾 除了宽切中国大陆 在台湾海峡的挑衅之外 也表明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I raised US concerns shared by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about the PRC's provocative ac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well as in the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On Taiwan I reiterated the long-standing US one-China policy 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 It'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The six assurances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We remain opposed to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by either side We continue to expect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differences We remain committed to meeting our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cluding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